那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 那这道题呢 是一个方法数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题目的要求 这里有来自于A跟来自于W A有五个 A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 ABCDE 那W呢 这边有六个 那这里就是那个 FGHIJK 那今天他想要什么 有两位来自A 两位来自W 我们把它组起来 那问有多少种可能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先从A挑两位出来 A挑两位 这里有几种呢 我们就挑的时候 他可以什么 AB AC AD AE 从A出发有四种 接下来呢 VC BD VE 这里是三 然后呢 CD CE是二 接着是一 好 所以从A挑两个就有十种可能 好 我们可以用四三二一来做 那W挑这个 从六个挑两个呢 就是类似刚才的 F呢 可以配 GHIJK 所以这边呢 就是五 五四三二一 这边有十五种 接下来要想清楚 这两个数字 是加起来 还是乘起来呢 不要记公式 而是你要自己呢 实际搭配看看 就是你这边AB 你还可以搭配什么 还可以搭配 这个是FG 然后呢 FH 一直到JK 好 一个AB可以配出15个方法 好 然后呢 一个AC 也可以配15个 一直到呢 这边的D1 也是可以配15种 所以呢 这里有10个分叉 每一个呢 又多出了15个分叉 所以总共就是150种 简单总结 简单总结这题的要点 这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问题 就是方法数 就要清楚 从五个挑两个方法有几种 我们可以用这种 四三二一的方法来算 当然之后高中 还有一个排列组合 可以稍微有公式快速算 但是呢 我们先掌握这个基础方法 那这里呢 从六个挑两个 好 这边也是五四三二一 就是15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方法 是要搭配乘起来 就150种 对于这问题 最重要的呢 就是你要有数状图的思维 才不会漏算 行动